好,我们接下来看第九则 子曰 失其所以,观其所由,查其所安 人焉收哉,人焉收哉 这句话的意思呢 他是讲什么呢 讲说孔子说呀 失其所以,就是看一个人的所作所为 观其所由呢 就是考察他的处事的动机 查其所安呢 就是了解他内心的安于什么事情 人焉收哉 这个收呢,指的是隐藏隐蔽的意思 那么的话,观察他这三个方面呢 那么这个人的内心呢 怎么能够掩盖得了呢 重复的两遍 也就是说,我们要想观察一个人 观察一个人的内心 就要看他三个方面 第一个,看他的所作所为 第二,考察他处事的动机 就是做这件事情的动机是什么 然后了解他心安于什么事情 其实这段话呢 讲的是观察别人的方法 孔子认为啊 对人呢,应该听其言而观其行 主要是看他做事时候的出发点 他的出发点是什么 和他的在什么时候呢 最心安理得 那么就可以从他的言论和行动当中 一直到他的内心 全面地了解和观察这个人 前面呢,孔子曾经说过 不换人之不积子 换人,换不知人也 那也是这个意思 就是如何知人呢 那么这一章呢 其实就孔子给出了知人的这样方法 这方法具有指导意义 主要是还是这三点啊 施其所以 就是看此人啊 平时的所作所为 从眼前看啊 不足以知人 还要从远处看 那么远处是什么呢 观其所由 也就是看这个人呢 是怎么处理事情的 过去的所作所为 还有做事的出发点是什么 这样的话进一步认识这个人 第三点呢 就是查其所安 就是看他办完事情之后 表现出什么样的神情 如果是行善事而安之 那么则善 慢慢的积累的会更多 如果是行恶事而安之 那么那恶就越来越大 那么用这样的方法呢 来观察一个人呢 一下子就可以看出来 他是君子还是小人了 所以这一则总体来讲 是孔子讲述的 比较具体的观察 别人的这样一个方法啊 这一则我们就说到这里